新北市立图书馆新店分馆最近展出吴德福粉彩画精选 内容多以人物进物为主 细腻的笔触加上类似于油画的浓厚质感 让画作更加鲜活艳丽写实 吴德福表示国内粉彩画创作较为冷门 因此期待透过自己的作品能够让更多人了解粉彩画 过去曾任教于新店国小的吴德福老师 退休之后全新投入粉彩画创作 最近他在新北市立图书馆新店分馆展出粉彩画创作精选 展场中以学生为主角的作品 不管是在笔触色泽光影等各方面都相当细腻写实令人惊艳 彩度很高非常的鲜艳 然后他可以画出那个水彩没有那个厚度感 然后他画起来的那个质感非常的细腻柔绵细 然后它的呈现的效果不会像油画那里有油光的感觉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粉彩 尤其他画起来的颜色非常鲜利非常的迷人 那这个是我一直在追求的 吴德福老师过去在任教时就相当喜欢生态 因此作品当中也特别将动植物元素融入其中 希望让大家体会到生态之美 因为我本身在新年国小服务32年 然后我都在做那个生态教育 那我就想说我要画的题材就是把我身边里面我最熟悉的 尤其是台湾的生态 我把它融入然后画在我的那个画里面去 妻子向荣这幅作品是吴德福为了纪念已经过世的太太所画的 虽然充满遗憾却是最珍贵的回忆 我太太她在三月的时候因为血管流的关系她就过世了 那很遗憾的就是说我没办法在她的生前来完成她这一幅作品 那我这个展览完了以后我来想说 因为我太太在我心目中是很完美的 所以我希望说能够继续画下去 不管画多久我一定要把这幅画画到最完美 吴德福毕又于新竹石砖美术科 过去对西化就充满着兴趣 在世代美术系进修时 她发现粉彩画非常迷人 因此开始研究粉彩画 可惜当时国内粉彩画风气不兴盛 但她还是执着于粉彩 更希望透过自己加以推广让更多人认识 记者陈平正门奇新店采访报导